本月4号香港大球场聚集了多达4万人 哎 看大家身上的粉色球衣 是迈阿密国际的球衣呢 还有人穿着阿根廷球衣 原来是要来朝圣的 阿根廷球王梅西日前率领迈阿密国际球队到香港 与香港队进行表演赛 一心想要目睹球王风采的球迷最后却坐了冷板凳 原来等了整整90分钟 主角梅西根本没上场 球迷砸重金买票进场 门票一度被黄牛炒到一张6万马币 全场坐无虚席 然而一开始的欢呼声最终却变成了虚声满天飞 让球迷忍不住大喊 为虽退款 原本香港特区政府想通过举办这一类活动振兴受疫情重创的经济 还同意为这次活动提供1600万港币的赞助 合约上也注明要求梅西至少上场45分钟 除非有受伤等健康和体能问题 尽管麦安密国际赛前确认梅西为替补位置 但港府在比赛结束前10分钟才被告知 确定梅西不能出场 眼看快要被放鸽子了 港府积极寻求解决方法 至少让梅西出现在赛场上与球迷互动 或者代表球队领奖 但主办方最后却对政府的建议一件都没安排得上 球迷败心而归还将之形容为商业诈骗 作为港府今年的投炮盛事 香港特首李家超也到场观战 只是最后却沦为国际笑话 李家超对此表示极度失望 只主办方欠球迷一个解释 他强调问题关键是公众期望得不到重视和照顾 让观众包括抱有热忱的小朋友极度失望 政府发言人表示可能扣减赞助款项 而主办单位泰勒也在星期一发表声明 表示将撤回1600万港元 折合马币大约9728000令吉政府资助的申请 迈阿密总教练马天拿在赛后记者会解释 由于梅西肌肉有炎症经过上午检查 下午决定让梅西休息不上阵 对此感到抱歉 梅西在香港对公众一眼不发 今天抵达日本东京才青上火线做出回应 梅西坦言在香港的情况实在不幸 因为在沙特的比赛受了伤 大腿内侧肌肉不适 虽然经过磁力公正检查后没有发现问题 但一直感到不适 而接下来的日本友谊赛 梅西是否上阵 如今还是个迷 对此您能够接受梅西的解释吗 A 宣传海报梅西还在西位呢 不上场也至少和球迷打个招呼吧 B 球员有伤就应该好好休息 球迷应该会体谅的 欢迎理性留言您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